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日佛山高明举行了一场很有趣的马拉松比赛 奔跑的队伍穿梭在金黄的杜田那里 参加比赛的选手 过半都是来自大湾区各城市 亦都有来自乌鲁木齐和哈尔滨等等 环境是很好 然后都是道香 都是河道 都很舒服 跑上来都是 以前都是一些泥泥路 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水泥路 然后两边都是很干净 就是很好看 现在很多人都会过来打卡 出门打卡 桂花都挺好的 有那么多景点 娱乐设施 工作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周末可以过来放松放松 挺好的 蔡道途经乡村池塘 六味小河一片片丰收的黄金稻田 每当有选手经过的时候 村民都会起司敲锣鼓 为他们加油 领南乡村风情令到一帮选手 获得独特的参赛体现 领南乡村风情令到一帮选手 获得独特的参赛体现 当地不少农民都一起参与 兴致勃勃地和新认识的跑友 介绍自己的家乡 村居改造成民宿 田间小路变身香村叛马的黄金赛道 这个变法也令当地人深感自豪 高明是珠三角重要的鱼米之香 这万某稻田是港澳的重要粮食供应地 近几年古村获以屋重新修载 農民新居和桑基鱼堂整齐规划 还引入了道田小火车等文旅项目 吸引了数万群众去到这里感受 令南大地乡村振兴的发展成果 把我们自己高明的这种田园的风光 还有自己生态的优势 来全力地去打造更好的一个新的场景 新的业态 来实现这个123产业的融合发展 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个文旅赋能 让我们的乡村更美丽 而美丽经济也是进一步的凸显